2019年3月23日,经过近半年的筹备,广东从化东北郊的从化马场内,一场纯演示性质的速度马术比赛正式开始。 这是香港赛军第一次在中国内地参与这项比赛。 香港特区行政长关林真月娥在赛前称赞,从化马场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合作的成功例子。 香港的赛马以其世界一流的场地,顶级的马匹管理和训练,成为全球最顶级的赛马区域之一。 但由于城市空间发展的限制,近20年来,香港赛马会一直努力寻找额外土地,以增建设施辅助沙田马场的马匹训练。 因为沙田马场已经40年了,很多设施都已经很残疚,需要一个大规模的去改善。 所以变成如果没有重化的马场,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去摆我们的马匹,我们是不能够实现这个计划。 对香港赛马的事业发展有很大的障碍。 2010年,广州举办亚运会,从化成为亚运会马术项目场地。 这其中,香港赛马会提供了很多的意见和帮助。 2011年,香港赛马会在原场地的基础上,投资新建了多项马匹训练设施。 这也是目前内地首个达到世界最高标准的纯雪马匹训练中心级马场。 重化马场开了之后,我们在香港的马匹的数目可以增加。 这样,将来我们如果再增加赛事的机会,也都大了。 为了能让香港的赛马更方便地享受从化马场的设施,广州海关创新审批制度,对马区全部马匹实施备案管理。 以马匹个体为单位,给予竞技许可。 其实是非常方便,也非常快捷。 这个我们也是为了马区,马匹进口,创造优质快捷的通关。 真正在我们现场的话,基本上是可以秒放,非常快。 制度创新带来的便捷,使从化马场迅速运转起来,也带动了当地的就业。 据郑奇隆介绍,目前从化马场接近600名的工作人员中,80%左右是从当地及内地着手。 从化马场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些就业岗位和投资,还带动了上下游的诸多产业发展。 举办的赛事吸引了观众和世界的目光,对于培育市场贡献良多。 直接或间接地为中国的赛马产业发展,培养了许多珍贵的人才。 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马匹无异区,为动物检验检疫,动物病料及受药流通的官方有效控制等积累了经验。 从化马场从制度创新、人才培养、市场培育、带动就业等方面,威越港澳大湾区建设做出了成功的探索。 同时,从化马场的成功运营也为中国赛马产业的发展拨下了一颗茁壮的种子。 感谢观看